17岁的奥运冠军全红蝉 凭借其独有的可爱魅力 再一次如璀璨星辰般 吸引了公众的炽热目光 一直以来 全红蝉以其出色的跳水技已闻名于世 而此次他勇敢地挑战自我 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 他戴上那副酷炫的墨镜 活力肆意地跳起了街舞 这次特别的街舞之旅 全红蝉有幸得到了奥运季军 刘清一的亲自指导 刘清一以其专业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 耐心地引导着全红蝉 两人默契非凡 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转身都配合得恰到好处 他们越跳越起劲 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 他们营造出的温馨又欢乐的氛围之中 全红蝉满怀欣喜地将这一精彩瞬间 分享至社交媒体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狂热围观 评论区犹如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 热闹非凡 奥运冠军谢思义那幽默风趣的评论 你这手脚我好像在哪见过 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登上热屏榜首 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 不仅巧妙引出了关于胜利豪的干饭梗 更是为这场互动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全红蝉机智应对 毫不犹豫地直接圈出胜利豪 使得这场原本就趣味恒生的互动 更加生动有趣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奥运冠军们之间 轻松愉快的氛围 此外 网友们的关注点 不仅仅局限于全红蝉和他的伙伴们 他们还借机调侃起国平队员 笑称他们仿佛整个团队都买不起手机 这看似调侃的话语 从侧面反映出全红蝉动态更新之频繁 以及他与粉丝之间紧密且充满活力的互动 这段时间 随着中国奥运健儿代表团 在香港与澳门的交流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各领域的奥运冠军们从四面八方齐聚一堂 这是一场难得的盛会 不仅增进了彼此在体育领域的了解 促进了不同项目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也为广大网友们带来了众多如梦如幻联动的精彩瞬间 这些瞬间 有的充满了欢笑 有的饱含着感动 有的则展现了团结与友谊 他们如同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成为了体育界的佳话 激励着更多的人为了梦想而拼搏奋斗